Yoohoo 歡迎收看 媽媽好學 夏日親子疊對疊 讓孩子清楚誰才是老大 終日就是我們家庭日 一定要帶他出去走一走 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想過頭都沒有地方去 就很快的 端午連假 四天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們從去年就開始規劃說 要去新加坡 很多媽媽在禮拜五的時候 就開始焦慮 因為孩子就在問 明天要去哪裡玩 週休二日 不要讓孩子覺得 每一個禮拜都在大玩特玩 假日是你們的 不是孩子的 親子關係 積怨女生 竟是因為假日去哪兒巧不龍 今天請到親子專家王洪者 見習人齊芳瑜 以及老公代表辛龍 還有四位好學媽媽 帶著他們的孩子 分享假日與小孩 都做什麼親子互動 既能充分利用時間 又能讓大人小孩都放鬆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我孩子以前單身的時候 就覺得放假的時候好開心喔 就自由自在到處去玩 可是呢這種生了小孩之後 我覺得 我可以理解 因為大的不能出去又自由 小的又歡 我記得之前不是有四天的連假嗎 對 四天連假就是我阿姨不能來 她不能幫我顧小孩 所以就是我跟我老公兩個站過 四天一過到第四天的晚上的那一天 兩隻寶都睡覺之後 我老公就這樣子說 而且伏著我的肩膀說 鍾姓明 我們撐過四天了 撐過四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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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不懂耶 她其實 她已經講完那樣 我真的好想哭 不是應該是幸福的畫面 為什麼會那麼怕放假 對 尤其是 就是有自己在帶小孩 特別感觸很深 對 還沒完以後妳小孩上去 妳就知道 看到那個暑假來臨 大家還開心 妳是被指一陣兩床 妳現在聊到畫面 想說慢慢長兩個月 怎麼辦 是要怎樣丟到哪個地方丟包 然後我們現在更可怕的事情 很多媽媽很會安排自己的小孩的活動 對 比方說臉書上 到處一天到晚有那種去露營的啦 自己搭帳篷的 自己煮東西的 還去攀岩的 逼死我們這些 只想在家吹冷氣的媽媽 是 我們在這就有幾位 把妳逼死的 那個在家做手作的 幾位妳會嗎 在家做食物的 妳就在家做音樂而已啊 沒有我除了做音樂之外呢 因為我就是 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 到野外去的 那我覺得其實 當我生她的時候 我覺得我跟我老公就有一個觀念 就是 我們要讓她來融入我們的生活 就是 而不是就是我們要 伴隨著她一起 就是過她的生活 所以就是 我們在婚前 在有她的之前 我們就非常喜歡到 因為我們住那個天母嘛 陽明山 就很方便就可以 有新鮮空氣 有很好的大自然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我本身很愛做料理嘛 就準備壽司啊 三明治 然後一些東西 所以妳從來不會有這個 連續四天假期 然後開始覺得發麻 妳會馬上想好四天 要去哪四個地方 我其實都不會預設 除非我就覺得就是 每天就是順順的過 我就不會想說 特別要去哪裡 或是幹嘛 要去哪裡 她覺得她去錄影 妳要去錄影嗎 她去錄影 都要直接去錄影 對就不會太預設 可是我覺得那是跟年齡有關 這個年紀 平常跟假日都是一樣在打仗 等一下妳說都一樣嗎 對老師都一樣 媽媽的年紀還是小孩的年紀 我說小孩的年紀啦 小孩的年紀啦 小朋友現在就是 對啊 她平常跟假日一樣 就是在打仗啊 可是在大一點的時候 三歲到八歲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來問學長 學長在後面學長 我們這次就是 停不下來啊 像我們 像我們的話就是 有一群哥哥哥 幼稚園認識的媽寶團 然後感情非常好 然後像 我們都是雙寶家庭比較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小孩放假 如果不帶出門 真的就是在家大抱走 掀屋頂 是 然後兩雙電男生 就是每天都在玩小人摔腳 然後我們都會 週末的時候 一起約出去玩 像我們端午連假 端午連假四天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們從去年 就開始規劃說 要去新加坡 這是新加坡 對 而且我們那個朋友 還自己設計了團 我們去環球立場 對啊 就大家都感情很好 而且很團結 很多人耶 我們有八祖家庭 對 然後之後我們還有去 實定做手工麵線 可以泡泡碗 因為像小孩的話 他們其實只要有同學伴 出去玩 真的是大人會非常的輕鬆 我們之前還曾經很特別 有辦過一次泡泡派對 他就是找泡泡達人 然後他就是會設計很多的道具 然後做一些造型很多 像這個就是泡泡 好可愛喔這個 對 他就是會設計非常特別的照 還有什麼幫你吹那個泡泡帽子啊 或者是雲朵泡泡 然後小孩就是泡泡空 就看到泡泡其實非常的興奮 然後玩一整個下午 媽媽們 你也應該有感受 媽媽要找到好的玩伴 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不同家庭的那個 比如說衛生水準 不是水準 就是觀念不同 對 教養觀念不同 對 然後一群人出去 有些小孩可以吃零食 有些小孩媽媽不行 對 有些小孩可以這個隨便 一天洗一次手 有些小孩要隨時洗手 真的 然後有些玩到泡泡啊 媽媽說沒關係 對 有些媽媽不要泡泡 然後就搞得 本來是要太開心出去了 對 然後好像變得人家就說 你小孩怎麼這樣戴 怎麼這樣戴 對 所以我覺得找到好的玩伴 真的很幸福 但是王老師為什麼啊 為什麼放假的時候 爸爸媽媽媽壓力那麼大 因為 一定要找一下花樣來制服小朋友 不是 因為你有看過臉書 都PO的都是那個在打小孩的照片 沒有 當然都是玩得很好的照片 你會焦慮你知道嗎 你看到的都是 攀岩或者說什麼 唉唷 別人怎麼那麼多的活動 對啊 我怎麼都沒有 所以我說這是第一個會被影響 第二個我覺得 你看喔 你如果假日一定要衝出去的時候 跟一堆組成一堆媽媽出去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一個人一家出去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 你就那一天一直在追小孩 對 然後你會氣得要死 為什麼我把自己搞成那樣子 對 但你如果大家一起出去的時候 我比較贊成 為什麼 因為 對 你還是有可以喘息的時間 真的 所以我說其實齁 我常常鼓勵媽媽焦焦的 然後一起出去 那麼像週休二日或短時間的 我們要怎麼樣帶小朋友 做一些他適合的運動 或是建議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如果是小朋友平常是有在上學的版本 那我常常建議說 周休二日不要玩到滿 什麼叫玩到滿 很多人都玩到禮拜天的那個最後面才要回來 然後呢 你出門之前 像我習慣是請小朋友禮拜五的時候 該畫畫就畫畫 該彈琴就彈琴 該做的事情先做完了以後 後面再 再去做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怎麼玩 那另外一個 周休二日不要讓孩子覺得 每一個禮拜都在大玩特玩 有的時候就靜態的活動 有的時候就出去大玩特玩都可以 不然的話你禮拜五 每一次很多媽媽在禮拜五的時候 就開始焦慮 因為孩子就在問爸爸媽媽 你有沒有很害怕 明天要去哪裡玩 他心裡面已經有答案 對 對 我們很難耶 怎麼辦怎麼疊對疊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告訴我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可以消耗他們的體力 但是 爸媽媽也有一個很無奈的地方 就是我也知道要放電 但是他們總是 他們的電都還沒放完 我先沒電 是啊 都是這樣 大人的電怎麼講 真的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還蠻建議 像禮拜天 在學校的小朋友 有在上學小朋友 是有在午睡的 對 那睡午覺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車上也可以睡啊 不要那個時候這樣一直玩 一直玩 那你下午2點3點的那一個時刻的時候 我其實就希望說你們轉換一下正地 然後我會要求他們 眼睛閉閉 然後休息一下下 這比較像週間 對 了解 我覺得我很同意王老師講一個 就是說 不要週末 然後讓小孩的作息就大亂 然後沒關係 對 可是就想說晚點睡晚點起床也OK啊 其實小朋友的這個腦袋的生理時鐘 對 比我們大人還容易調 你跟小孩出國過就知道 你還在時差 欸 他可能一天就調好了 真的 所以其實小孩子 他的這種生理時鐘 會因為你一個週末 連續兩三天 這個可能晚睡 或者是沒睡午覺 對 他就再也不睡午覺 就不再規定的時間睡了 沒錯 所以每次以前我們小孩 在週末要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想好 怎麼樣安排 讓他那個午覺時間 剛好在車上 對 這樣的話就是剛好卡好 那如果遇到很長的這種假期 比如說暑假什麼 那你自己分身乏數 真的可以找一個那種 親子共學團 或者是一種那種夏令營 就是小朋友 現在很多機構都有 可以讓他至少有一個禮拜 或者是五天或幾天這種喘息的時間 那幾天他有規律的事情做 那至少你可以休息一下 對 然後可能就充電一個禮拜之後 下個禮拜你又想到新的梗了 那你再帶他去 然後我覺得第三個還是 出去玩 爸爸媽媽就是自己也愛玩 最好是大家都很享受的活動 真的沒有一定要露營 我覺得這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取代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所有的媽媽都帶著寶寶來 對 哎呀 歡迎你們 要請你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下 就是你們放假的時候 會帶小朋友做什麼事情 或是你們遇到什麼困擾的事情 有沒有 我覺得我遇到的困擾就是 週末會去到沒有地方去 像我跟我老公都是一到五的上班族 然後他一到五就是去學校上課 所以週末就是我們家庭日 一定要帶他出去走一走 可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你在外面走太久了 真的很不舒服 最後沒辦法只好去百貨公司看玩具 或者是去圖書館書店看故事書 有時候想說換一下 帶他去電影院看電影 可是因為他現在還四歲 能夠看的電影真的也不多 你想到想後頭都沒有地方去 就很困擾 海盾嗎咧 像我就很喜歡野餐 我是野餐達人海盾嗎 哇 真的好 因為我覺得野餐是大人可以放鬆 小孩也可以放鬆 就是兩方接引的狀態 好專業喔 還有那個 這又逼死誰了 你們很有意思 像那個三層的蛋糕 那個帳頭 那個帳頭 太誇張了 那個帳頭 還有汽球 暴風 像我們就會 你的媽媽啊 小朋友就是讓他在旁邊跑 那媽媽就可以吃東西啊 聊天然後躺在那邊看天空 這都媽媽們自己佈置的嗎 所以我們就會一起 喔 這個是餐廳 跟我們有幾個好生媽媽一起樂趣也談 那如果是說國內外旅行 就是讓比如說比較長一點的假期 我們就是國內外旅行 我覺得跟小孩旅行 下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因為是那麼長時間相處嘛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是你平常沒有注意到的 譬如說他會跟其他的朋友 然後的小孩是比他小的話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 所以我平常是沒有看到他跟其他小朋友 弟弟妹妹相處 他就會去照顧小朋友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雖然是長時間有時候會累 但是你會發現不一樣的他 對 那下雨天的話也有方法 就是在家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會一起做麵包啊 做點心就是親子烘焙這樣子也不錯 那在座那麼多小朋友還有很多麻辣 很想要知道就是我們放假時候 可以特別做什麼 或是我們安排活動有什麼禁忌要避開的 放假只有一個禁忌 就是不要做自己快要累死的活動 那第二個假日的活動 剛剛其實我比較想要站在媽媽這一邊去談 因為很多人都站在孩子那一邊 對 有沒有他可以參加你的活動 譬如說剛剛齊慧有講 就是齊慧還有尾媽他們有講說 烹飪這件事情 很喜歡烹飪 對 那喜歡烹飪 你說孩子可不可以來參與 可以啊 烹飪很好 那是不是你的活動他來參與 他又覺得很好玩 你們兩個享受在其中 而不是你勉強自己去參加 你那個不會的那個 露營或者是野餐 所以說 真的 所以像我們之前去露營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露營的經驗 第一次 你千萬不要自己去搞 或者說什麼DIY 或者說是什麼的 國外的那個行程 如果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人有要去 然後去過好幾遍 就跟著他走就對了 那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你從那一次建立了那個經驗以後 後面你自己要來的時候 會比較鬆 我那一次帶女兒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同時也去做秀 就有很多的藝術去 那其實 小朋友第一次出國也是 人生地不熟的環境 我也不曉得他有什麼狀況 但是因為憲哥帶著大家 然後我們整個行程就變得 很瘋狂 就很熱鬧 但是當然在當中學習到很多 就是讓小朋友坐飛機 他年紀雖然這麼小 但是他總有一些體驗 所以他出去了以後 就回來就會講教話了 然後他就會 嘿嘿嘿嘿 對是 學習能力很強 所以很多媽媽都在講說 待在家真的不如帶出去 就因為最近颱風來 終於有大力帶在家 沒關係 我們有法寶 對 跟媽媽一起做媽媽喜歡的手作料理 開始 爸爸媽媽跟著小朋友一起做 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示範的親子料理呢 是小朋友非常喜歡的造型小饅頭 好我們就是用奶粉 奶粉 而且我們不加奶油 是 對也可以做像那種市售小饅頭 非常鬆軟的口感 厲害 我們今天請又又小主廚來幫忙 是的 小主廚你好 因為我們要加雞蛋喔 這是蛋黃而已嗎 對需要蛋黃 好 又又麻煩你 對啊 加油加油 這個蛋黃 蛋黃蛋白分離的工作 小孩也可以做 對 可以 要稍微補助一下 那個是什麼 那是什麼 你最愛的 糖 對不對 沙糖 沙糖倒進去 好棒喔 來 新董哥 你這是好爸爸 他隨便倒一個人就喔 對 小朋友要給他正面亮亮的功能 對 現在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攪拌對不對 攪拌攪拌對不對 對 喔 我們稍微讓他攪拌到有一點乳白色就可以了 是 要讓他看沒有什麼 沒有看到白色喔 對 OK 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滿意嗎小廚師 好那接下來我們幫忙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加奶粉 奶粉 這就是你講的那個 會有酥酥的口感嗎 對 全部倒完給一個倒 全倒 那奶粉是用就是家裡 太包奶就可以了 太包奶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這一道其實小朋友一歲以上就可以吃了 OK 來就是慢慢攪拌好 好棒喔 也是把它攪在一起 對這個步驟的話 它麵糰會有點乾 所以可能會需要大人協助一下 你知道麵粉蛋 那個奶粉蛋要多少 奶粉30克 30克 剛剛那個糖呢 糖的話25克 25克 因為其實在家可以自己減糖 所以就盡量糖分可以盡量 減少就減少 然後蛋黃一顆 對蛋黃一顆 然後加入的是日本太白粉 為什麼 太白粉的話 它其實就是要為了要增加 就是像市售 放到嘴巴會有點 軟軟綿綿綿的那種 滑滑的口感 而且不是麵粉 是太白粉 對是太白粉 因為用麵粉的話 它是會硬脆 對 但是我們是想要做鬆軟的感覺 了解 那為什麼要選日本的太白粉 日本太白粉 它其實是用日本的馬鈴薯澱粉做的 它的粉質會比較細緻 而且比較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加入鮮奶 鮮奶 鮮奶的話我建議就是可以分次加入 因為每一顆蛋黃的大小不同 那看狀況 對慢慢的去調整到它的麵團 可以成型就好 好了 那我們麵團已經成型了 就這樣子 對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交給我們小主廚了 那我們就盡量就是大概取適量 對 這個重頭戲 重頭戲 他們最愛的 對 我會把它戳成 一開始會先戳成細長條狀 然後 我會利用家裡的果醬的抹刀 會比較安全 把它剝開 好棒喔 好棒喔 把它剝開 好棒喔 好棒喔 其實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依賴也看得津津樂道 對啊 所以表示這個活動選得很頓 一來了一起來啊 對啊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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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是兩個 好棒喔 他很想 一起坐坐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適合三到五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就他們的能力而言 這些攪拌的這些能力 還有這些切的這些能力 他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遊戲 所以他們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會專心 那小朋友在戳圓形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把它戳成長條狀 然後做一些字母 然後做一些字母餅乾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看這 這個樣子可以用的 好棒喔 還有心形 還有很多鹽圈圈 還要刷蛋黃的 對 蛋黃 為什麼要刷蛋液 刷蛋液要讓它 對 顏色更漂亮 就像蛋黃酥 外面要刷 對 也要刷一層 然後還有一些金黃色的感覺 自己食慾 對 也對 因為小芝麻也可以 對啊 或是杏仁片那些 對 就喜歡吃的東西 對 好棒喔 我小朋友真的好喜歡做這種 對 他們 小朋友非常有參與感 對 很棒喔 那我們現在要進烤箱囉 進烤箱囉 怎麼烤呢 170度先預熱 然後烤大概15分鐘 表面上色就OK了 好棒喔 非常的快 那我們要送進烤箱 跟她說拜拜 說待會見 拜拜 待會見 很好 待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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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度 15到20分鐘 好強喔 因為這是烤好酷喔 好可怕喔 我讓你們看看 M變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其實我有特別設計的 就是好神媽媽的英文字母 那我們來吃吃看喔 來 吃吃看 先拿一個 來 吃吃看 可以用咀嚼咧 對啊 硬一點好 硬一點好好 差不多咀嚼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很酥耶 反應都超好脆脆的 我唱是媽媽的媽這個脂肪 他吃吃吃吃吃 反對嘴巴就是 對 融化 這個就是小蠻融那種味 對 而且這不用擔心太淡的話 小朋友會給到 因為其實他到嘴巴裡頭 對 融化掉了 對 已經融掉了 對 而且重點是 你看悠悠在幹嘛 拔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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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掌聲鼓勵鼓勵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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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三個字 我想要趕快吃 真的假的 因為 市售小饅頭吃起來就是很甜 很膩一點 然後我會覺得 這個自己做的 他就感覺就是 很淡淡的 然後有一種回甘的甜味 然後重點是每一顆 你咬下去都是很扎實的 然後有可能小朋友 你看他可以學著幫你打掃耶 然後可以學著做 讓他有集中注意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太棒了 真的 你看如果沒有小孩的話 自己一個人揉 對呀 so good 老公才不會幫你呢 就是幫你也可能會跟你吵架 辛龍哥呢 你OK嗎 當然非常好 非常健康 而且這個 爸媽都會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學習到 好像做勞作一樣 跟玩具一樣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吃 對 但是王老師像我們這樣 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小朋友跟媽媽一起互動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他們 什麼可以做的更好 或什麼已經非常棒了 其實我覺得 孩子在參與的那個過程中 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感 那我覺得就是 進廚房 很多媽媽會很擔心 但是我說 請你把他可以做到的步驟找出來 找出他可以做那個步驟的時候呢 然後他會成功 你好棒喔 你當媽媽的小幫手耶 他就會更聽下一個指令 乖乖跟著你做 好有趣 那今天也謝謝我們兩位小等手跟微媽 謝謝 好棒喔 好 剛剛吃完了好吃的料理 現在我們一起來動一動好不好 好 有請祺慧跟阿嬤 謝謝 金子借康康 對 因為啊其實啊 我跟他平常我們兩個在家裡 我們會 就是沒事就是會一直玩一直玩 那如果因為最近一直瘋狂在下雨 那遇到下雨的時候 沒有辦法出門的時候 可以怎麼辦呢 我就有時候可能就會讓他彈鋼琴啦 打鼓啦 然後在家游泳什麼的 也是外視家來著 對就很愛音樂 然後我也會就是跟他玩一些就是 一些律動的體操 OK 跟他兩個一起互動的這樣 所以今天的行程 就是早上殺了兩小時做餅乾 對 然後吃完以後 心滿意足地睡了一個午覺 對 現在下午起床了 起床 要先吃點心 要先吃點心 然後再來動動 好 媽媽哪裡有媽媽 對媽媽在那邊 對 她看到自己好可愛喔 好 那我們現在 好可愛喔 對 怎麼看到自己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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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現在讓媽媽媽她是 一歲四個月 一歲四個月 那可以讓寶寶呢 就是跟你面對面 然後讓寶寶可以抱住你 還住你的脖子這一塊 好 那你先不要拍手 撐住為蝴蝶抱 蝴蝶抱 蝴蝶抱 對 好了那我們要開始囉 好 老師麻煩音樂謝謝 來 我們就要跟蹲 我們做開盒 來 一 一 二 對呀媽媽妳蹲好低喔 讓大家看旁邊 對 對 跟進列媽媽的類型媽媽有沒有 好強喔媽媽 你好強喔妳 對啊 而且蹲很低耶 好厲害 然後記得腳要往前喔 好 往前 一 二 我平常不會穿鞋子 一 三 平常打刺腳在家裡 對 打刺腳 對 應該也覺得很好玩對不對 對 對 轉 這非常好玩吧 轉 轉 四 然後我就會跟她玩很多 什麼的這樣子 對 就你可以 不一定要從網路上面看 你就是可以從 一些 你跟她互動 你會說她喜歡飛高高 就幫她飛高高 她喜歡轉圈 妳就跟她轉圈 對 就幫她轉圈這樣子 對 就可以 發明一套 你跟 好吵喔 一邊講話 對 要發明一套 你跟孩子之間喜歡的東西 對 不用去太限制住一定要高高 可是這個應該有限制是幾歲幾歲的小孩吧 對啊 如果五六歲會是長得像我這樣子 是不是啊王老師 沒有大概 因為她一歲四個月 體重還比較輕 所以我覺得 OK媽媽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也不能做太久啦 對 就是你看她剛才就是幾個八拍 這樣子做完而已就好了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最有意義的是 結合媽媽的運動 對 就可以這樣 因為媽媽有時候可能 你平常沒有辦法真的運動 那你可以配合就是跟她 帶著她一起運動 對啊 在學與期的這個階段 很多研究就發現 音樂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刺激語言中樞 少一點活化 那後面兩歲會講得更好 對 那我們幸福人夫 還有見習人妻 來評個分吧 你們覺得怎麼樣 看完他們想要加入嗎 我評啦 我想升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見我你的小孩嗎 可以啊 因為有在深蹲 這個效果沒有你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讓沒有 加油 對 打四腳 對 用鞋子太高 好 寶貝你抱住 可以見我嗎 哇 然後 像同一個音樂來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要左右開合 左右開合 左右開合 左 左 左 一起 快一點試試看 好難喔 辛龍哥 辛龍哥接手 辛龍哥接手 爸爸接手 爸爸接手 爸爸交給你了 好 他會不會讓你抱呢 爸爸 寶貝你要讓 好 好 好 謝謝你愛我 好意思 謝謝你愛我 真的 而且你比較會跳 真的 也謝謝你 剛剛很香 謝謝爸爸爸爸好不好 爸爸 爸爸 阿嬤 阿嬤 阿嬤好緊喔 對 我覺得蠻喘的 而且我才做三四下吧 其實是要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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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妳 恭喜妳 拜拜 實習人區今天成功 不過這個呢就是 我們的媽媽 或是爸爸跟小朋友 一起鬥運動的 親子體操 至於我們要怎麼玩呢 就交給我們的 依萊媽來示範囉 辛苦了 好 現在時間走到 做完運動待下午三點了 對 我們來吃完媽媽的 還有點時間 還有點時間 然後媽媽也可能要準備晚餐 想要叫小孩做點事情 是 好 這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要示範的那個 親子遊戲 就是之前在夜市 我們有玩過一盤要一百塊 然後對套不進去 所以五分鐘十分鐘就結束 其實那個在家裡 我們就可以自製 家裡不要的東西 譬如說像我們之前考量 或什麼年期餐盤 那個生下的 是 直接就可以拿來自製 那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說 要怎麼做這些東西 好 對 那這個紙盤其實很簡單 它外面就有一個圈 那我們也其實 不需要太工整 就把它直接中間割開之後 然後你在割的時候 大學呢 媽媽你的手 小心 我會小心 我好吃 我好吃 所以可以開始用刀片 好貼心喔 我覺得 在五歲以後 五歲以後 但是還是要觀察她的手眼協調 建議還是小學以後 小學 對 那小學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五歲以後其實就可以觀察她 但我覺得 依萊剛剛會說小心喔 這是媽媽平常建立的 危機意識 對 那她會想出這句話 表示萬一她哪一天自己媽媽 在教她使用的話 她就會小心喔 很好 好像我們在割好之後呢 就可以交給小孩 讓他創意 苦顏色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那麼多顏色對不對 才酷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就是媽媽也可以放輕鬆一下啦 好那小朋友呢 在塗顏色的時候 我們家裡不是都有用那種 廚房紙巾嗎 用完剩下來這個不要丟 兩個把它串一起黏在一起 對當軸心 對 然後呢我們再找一塊廢紙板 嗯 然後固定住 就是我們中間的那個軸心了 是是是 你就不用花一百塊去夜市玩這個遊戲 哇 你來給大家看看她畫好了 哇 好漂亮喔 然後剩小朋友在塗顏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剩下這一部分完成 是 而且這個做好一勞永逸對不對 對 對 那個不用 好 這樣我們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好 確定她有牢固就可以了 是 可以增加一些遊戲的樂趣 譬如說 你看小孩的年紀多大 然後跟她的身高 就是設計你的距離 然後如果小朋友真的一開始都踏不進的話 沒關係 那我們就 玩剪刀石頭布 那小朋友贏的話呢 他可能就 他可以往前兩步 但是媽媽只能往前贏 他就會覺得很有趣這樣子 在遊戲當中就是設計一些不同的關卡這樣 那依蘭你叫我們玩一下好不好 你丟進去在那裡玩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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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這個距離這樣子 差一點點 再一次 你這也太矯情了 這叫差一點點嗎 要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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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媽媽在旁邊放輕鬆 因為她可以花很久的時間在這裡 而且要鍛鍊她的體力 而且消耗她的體力 晚上也會比較好睡 而且她很專注在做這件事情 差一點點 對 差一點點喔 加油 加油 哇 對 喔 對 還在動進去 還在動進去 還在 加油 他差一點 還在動加油 最後一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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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子呢 就可以呢 跟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然後消耗一點點時間 然後建立我們親子的 互動的關係跟模式 掌聲鼓勵 欣龍哥啊 光瑜啊 看完這個遊戲 會想生嗎 生十二個 當然 當然 你會在家玩這種 這個可以啊 這個其實很好 而且小朋友的體力會在當中 消耗掉 然後她的那個手 就是知識跟自己的那個協調能力 會增強 對 而且我想到更難的 你可以多做幾隻 那個雷神索爾的棒子 就多幾隻啊 增加她的難度 然後可能距離你可以看套到哪一個啊 然後我 你贏我了我就可以 比如說今天我們就可以吃什麼 義大利麵 你喜歡吃的啊 哎呀 光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下評語 就這個遊戲對小朋友啊 其實這些遊戲還是想 媽媽最想要的就是 我可不可以設計出來以後 然後我就在那邊翹橋 沒錯 對嘛 對嘛 那我覺得前面那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還可以再 大家再更好一點點 你看喔 拿著蠟筆 我會這樣子帶我孩子玩 他的每一個盤子 就用兩個顏色的蠟筆 然後這一個盤子畫出來的 跟下一個盤子 另外兩個顏色畫出來 是不一樣的 我會加他畫20個 前面40分鐘就過去了 對 他就在那邊一直過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 做你自己的那個事情 對 那我覺得一來媽選的活動 蠻不錯的是 看起來媽媽在那過程中 沒有要弄到很複雜 對 真的不要搞死媽媽 你看那個很簡單的這些道具 就弄出來 那如果他前面有20個盤子的話 看起來這裡面頭可以久一點 那我還會想要把他擺高一點 因為這個對孩子來講 有的時候很快就做完 我想要讓他有一點高度 那孩子很喜歡這個投籃啊 就是比較高的 比自己身高高的 他就去墊腳尖 他就自己去想辦法弄進去 那個你又爭取了好多時間了 老師你好會計算喔 真的 這一定要假日耶 假日是你們的 不是孩子 所以有沒有什麼建議 給我們不同年齡的小孩 他們適合的親子遊戲 來做一下推薦 對 我覺得像類似的 假日的時候啊 你要讓孩子在家裡面 也能動起來的時候 像跳格子也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你要讓他認識 1 2 3 4 5 6 7 你在那邊書本上面 一直在那邊教 就教了半天 還不如讓他身體動起來 在那邊跳1 然後跳2 跳3 如果他不認識1 2 3 4 也沒關係 你地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黏一個色紙 兩個顏色的色紙 三個顏色的色紙 代表3 這個都很適合3到6歲 對 然後你又可以玩 或是兔子在哪裡 狼虎在哪裡 是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 也可以這樣玩喔 你地上貼了很多格子的色紙 你就跟他講說 媽媽要你貼 媽媽要你跳 3 6 9 然後就3 然後再來是6 然後再來是9 然後變成小兔子跳 3 6 9 3 6 9 玩很久 可以玩很久 好 我們哥哥今天很高興 你看我們兩個小孩已經玩起來了 對 他們玩得很開心 我們現在要進到下一個 就是 如果呢 我們這些 互動的遊戲呢 都做得很好的時候 可以進到難一點的 做一些比較難的玩具TIY 掌聲歡迎海德媽 厲害啦 學電機系的媽媽 對 要做的玩具就不一樣 今天要做什麼 花生油猜摩天輪 為什麼會有花生油猜摩天輪 你可以跟大家講這個小故事嗎 為什麼 因為有一天有一個油猜 他叫花生油猜 然後咧 他迷路著 所以呢 他就看到一個摩天輪 因為摩天輪很高 所以呢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說 到底那小朋友的家在哪 是 是邏輯 講話好有邏輯喔 對 我想說那我們就來做個摩天輪吧 可是摩天輪好高 所以先坐個電梯 還有電梯 還有電梯喔 太厲害了吧 他的媽媽太有才了啦 所以這太有才了 其實非常簡單 這就是一個不要的邪衡 我時代正在改變 所以很多阿公阿嬤帶孩子來看病 跟爸爸媽媽帶孩子來看病 針對抗生素這件事情 或叫消炎的 有啊這件事情 態度會有180度的不同 我猜應該是阿公阿嬤說 一定要開抗生素 一定要開消炎的 媽媽就說 我不知道 抗生素不可以亂吃 那結果反而醫生就很尷尬 就是如果我開了呢 那就得罪了爸爸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說 你爛用 人家網路上都說不可以爛用 對 那你不開呢 又得罪了老人家 老人家說你不吃這個怎麼會好 對 所以醫生真的兩難 然後我們要再五分鐘三分鐘 要摸清這個今天來的人 到底是要還不要 其實憑良心做就好了 摸良心 對對 我們對我們醫生來講 我們最希望就是爸爸媽媽 能夠相信你 那很多媽媽她問我是說 那黃醫遲 我怎麼知道我的孩子 今天拿這個抗生素 我要吃還是不要吃 我說這個 你剛剛你對醫生已經開始懷疑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建議你 我只能跟妳講說 那我們以時間換取空間 什麼意思 你多看這個醫生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五次 十次她每一次都開抗生素 那我想她大概沒有在幫你把關 那也許她真的是稍微用得比較過頭一點 你也不好意思跟她吵架 你就換一個你可信任的醫生 那如果十次裡面她只有 比如五次以內 跟你開抗生素 雖然對我們這種感染科醫師 覺得可以再少一點 可是我覺得五次已經很不錯了 是 表現這個醫生有在幫你把關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就相信他 把皮再問了 醫生叫你吃 你就乖乖吃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 不會給爸爸媽媽太大的壓力 又可以適當的 不會過量的使用到抗生素這個藥物 是 了解大家斟酌看看 媽媽太有才了啦 所以這太有才完了 其實非常簡單 這就是一個不要的協和 是 然後呢我們就用那個 竹筷子 然後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先半成品 是 那你可以跟大家 她其實在這個就遇到困難 就是為什麼轉她不會動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講說 後來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因為我先抄上去 然後下面打個結這樣子 她到時候就可以這樣 就自己上來 喔 結果可以上手 然後我們就把它穿進來 好聰明喔 就是她會去想 遇到問題她就去想要怎麼辦 然後就可以慢慢地解決它 坐電梯了 對 就可以坐好電梯 人咧 人人 人等一下 因為我們還要先坐摩天輪 對 摩天輪有點難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就是 我們不要廚房紙巾 然後先大概這樣子 把它 給它一個鞋帶 對 為什麼要鞋帶這樣子 因為鞋帶 如果它拉了它這一轉 拉了就會轉 對 然後這個是那個 我們用不要的那個蛋糕盤 然後上面用那個 捲口紙杯 那後面呢就是貼那個 因為小孩子其實那種膠帶 他們都會很好操作 是 然後就把它貼著 雙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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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把這個紙 貼到那個上去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可以解釋一下原理 到時候 因為它拉的時候 它拉 然後就這一轉 喔 就會轉喔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這個 摩天輪的支架裡面 這也是一個不要的鞋盒 你們家就是很多不要的鞋盒 對 對 我是拿很多鞋盒 不要的傳統鞠巾 對 不是這樣 這些要塞進去裡面 對嗎 要看不到是哪 所以你看 它這裡有個洞對不對 它把它蓋起來 從這裡 一直要從外面操控就對了 對 那蓋起來囉 到底會不會轉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好 試試看 實驗看看 好期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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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做好摩天輪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 讓郵柴叔叔來送花生囉 好 好 等一下這個郵柴叔叔的 車子也是妳做的對不對 對 這是牛奶盒 牛奶盒 很像垃圾車 它是可以這樣起來的 喔 是耶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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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麻煩妳看 好 那妳就開始妳的故事囉 好 有猜叔叔先送花生嗎 對不起 這樣就可以把花生送進去了 送進去了 然後我們要坐電梯到幾樓啊 到了沒 才沒 才沒 才沒喔 到了沒的 到了沒 沒有了 妳要到摩天輪上面 到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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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妳要拆掉了 好 到了之後 要坐上摩天輪了 對 一個花生做一個包廂門 哇 哇 那妳要在這邊拉嗎 要對準 喔 要對準什麼東西 對準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這就是它到時候會掉下來 喔 喔 要對準 好 那妳拉囉 喔 下來 喔 掉下來了 兩個花生 喔 喔 好 好 新龍哥這很尷尬 你會想做嗎 這個可能就是說 有啦 沒有再大一點點做 有 大一點小朋友 對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但是他的這個 創意跟要 要讓小朋友去花腦筋 去想 去設計 這很好 我覺得這可能一天 一整天都在玩這個 對 到兩天都可能 對 芳瑜 我覺得沒辦法耶 這個女生好像沒那麼厲害 對啊 我覺得女生沒辦法 那海盾下次你幫阿姨送東西好了 好不好 我也要花生 海盾你下次多做幾個 我們這裡每個人都要 麻煩你了 謝謝 好不好 不過其實爸爸媽媽也要有 某種程度的 對機械的原理的理念 對 其實沒有錯 所以其實你們兩個 有一本書很薄 什麼叫簡單的機械原理還是什麼 就是很薄啊 大概就這樣 裡面大概就十個 什麼齒輪啊 槓桿原理啊 這種這樣子 看完以後大概 就感覺跟海盾媽一樣 真的啊 可是它其實不難 就是這些東西 因為小朋友對這種會動的玩具 他特別有興趣 對 而且他現在 可能不會動的東西 他現在又覺得 他自己會動 他比平常的玩具還真實 而且更棒是 他現在已經在吃花室了 對 你在吃花室了 好 那我們各位說 其實也到晚上了 晚上幹嘛呢 就是要聽故事書 依萊媽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自己DIY的繪本喔 對 因為其實伊爾現在要在上畫畫課 然後現在不是快要放暑假了嗎 我都一樣 然後我們前幾天就開始想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 Elisha Summer Plan 就是看他暑假想要做什麼 就是趁他畫畫的時候 我也可以了解說 他暑假想要爸爸媽媽怎麼樣陪伴他 做什麼事情這樣 一開始呢 就是他躺在這邊睡覺 然後我跟爸爸就是要 準備好了 要出門在這邊等他 然後睡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起出門 然後呢 這邊呢就是我們到飯店之後呢 他這邊寫12345678910這樣 就是我們要先做暖身操 然後爸爸沒有做好暖身操 所以爸爸下去就啊 那他就是他自己有做好暖身操 所以他下去很快樂的游泳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設計師媽媽在旁邊 倒水跟地毛巾 他媽是女優來的 他媽是在旁邊倒水跟地毛巾 我也覺得OK啦 然後呢我們還要去動物園玩 這邊是他跟大象在跳舞 哇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要出國去各個不同的地方玩 那他現在因為他還不會拼字 所以他只會拼前面的 這個th就是泰國 他要去泰國 然後這個f是什麼 france france 法國 那E咧 我不知道 英國 英國 英國就是要回去英國 那HK呢 是香港 香港 然後我們再來飛回台灣 就是要去各國不同的地方坐飛機玩 這就是最後一章 這是我們暑假的結束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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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一個遊戲 我想王老師應該很贊成吧 你剛才有講到就是故事 很好 因為剛才從海盾媽到一來媽都做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 他們利用孩子觀察這件事情 然後呢 去用故事這件事情來帶出他們玩遊戲的興趣跟專注力 你看很多媽媽在網路上面問我們說 孩子為什麼都不喜歡聽故事 我說你講的都不是他平常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如果媽媽他平常會遇到那些情境融合進來的時候 做成一本自己的故事書的時候 他就會很專心 所以我說用故事這件事情來串聯 來帶領他們遊戲 這個是最棒的選擇 是 所以有時候多動點腦 然後花一點心思跟小孩子一起DIY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暑假兩個月 對啊 對不對 兩年拉我都不怕 好 謝謝妳的家 謝謝 謝謝 媽媽好跟粉絲團公眾護照 大家掰掰 所以我們的粉絲團呢 就是有一個媽媽破了一個她寶寶的照片 結果她的過敏很嚴重 然後手臂上就都是過敏 她其實有去看醫生 可是她擔心小朋友 這個過敏是不是要找出來是什麼 所以她就想說要不要去抽血 你會不會建議 因為很多人我覺得現在就是 看到過敏兩個字 就會想到要抽過敏的 這個到底是媒體造成的呢 還是醫生造成的我不曉得 但實際上必須要跟大家講 看到過敏兩個字 不要想到抽血驗過敏的 這兩件事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是 你絕對不要 我等一下抽血驗過敏 我就可以得到過敏感 不是可以驗出是什麼東西 以後就不要吃了嗎 其實不是 首先我們要先講 三歲以下的小孩 抽血驗過敏的通通都不準 因為他們免疫系統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你抽了有跟沒有 都是白做的 白癌醫生而已 三歲以上可以做 其實醫生如果建議你做 我也不反對 可是我們身為醫生 就要好好幫你解釋 因為如果這個報告抽完 就丟給你 你自己看上面紅字就不要吃 那你就完了 因為有可能滿江紅 因為你人生就是黑白 什麼都不能吃 對 或者是裡面全部通通都是正常 醫生說什麼都可以 可是你說我明明就是吃了 某個東西會過敏 你怎麼跟我說不會呢 所以到最後醫生都還是要 根據小孩子的症狀 就說這個紅字 這個牛奶說會過敏 你喝牛奶會長群麻疹嗎 不會啊 那就打擦 表示你沒有症狀嘛 那這個紅字就不代表它是不正常 了解 一個一個問 一個一個是 不確定的 那我們試試看 總之最後那個解讀者 比你抽血這個動作還更重要 了解 這樣才是正確 驗過敏人的一個態度 了解 悠悠知道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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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